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推广单位 到台湾摄影风俱乐部的摄影讲座举办大奖赛说明会 经济部高雄加工出口区副处长戴瑞卿 在现场获知信息后表示 华人的文物或习俗受西方影响已逐渐消逝 现场人办摄影大赛 把华人的文物或习俗保存下来很有意义也很期待 下面请看来自台湾高雄的报道 经济部高雄加工出口区副处长戴瑞卿 是加工出口区摄影社的创设会长 推动摄影文化不遗余力 经常到世界各地拍摄旅游风景及人文 与会友分享 他很期待新潭举办的全球华人摄影大赛 华人的一些文物或是人文或是社会的习俗 慢慢的受到西方的影响 但是已经都变成快消失了 所以你们办这个事特别有意义 能够把它留存下来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华人的这个世界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希望很多人都能够热烈的参与 这个很期待 谢谢 台湾摄影风俱乐部会长严明邦指出 摄影文化必须有人去推广 他肯定新潭举办的摄影大赛 我想这种摄影文化 它有人去推广 如果对我们一个摄影人来讲 它是很好的 很值得去做的 新潭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 将美好与善良的影像 传播到世界各地 对摄影有兴趣的同好可不要错过 新潭亚太监视杨在天李军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